再下就是承法定律 講承法定律之前 有件事要知道 如果一件事 我叫做A A 發生的時候 不影響你一件事 B 的發生 這兩件事我們會稱為獨立事件 以下是一個例子 美程和祖兒分別是一粒色 美程紮到3 祖兒紮到5 就是那兩件事 很明顯美程紮粒色 是不會影響祖兒紮的粒色 除非我們一起紮 就像爆船陀螺一樣撞在一起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兩件事是不會互相影響 這個時候 A 和 B 就是獨立事件 如果你想知道兩個獨立事件 同時發生的時候 概率是多少 原來很簡單 你分別計算 A 發生的概率 B 發生的概率 你雙乘就是了 可以嗎?雙乘就是了 下面我們可以看些例子 譬如 A 班裏面有45%的人是男生 B 班有60%的人是男生 請問你隨機 每一班抽一個學生 兩個都是女生的幾率 是多少? 很明顯 我在A 班抽女生 和B 班抽女生 其實不會互相影響 對不對?關於什麼? 所以分別計算 我A 班抽到女生的幾率 B 班抽到女生的幾率 成了就完成了 A 班抽到男生的幾率 A 班抽到男生的幾率 A 班抽到男生的幾率是多少? 因為有45%男生 45%你轉回一個小數 是0.45 你可以說機率就是0.45 55%是女生 就是相反 因為你總共100% 45%是男生 即55%是女生 少數的話就是0.55 所以抽到女生的機率就是0.55 當然你不需要用少數寫 你自己把兩個畫作分數 你一看得舒服的話 隨你喜歡 另外留意多一點 這兩件事 抽到男生的幾率 和抽到女生的幾率 加起來 加起來 會是1 因為 要是抽到男 要是抽到女 這兩件事 已經囊括了所有的可能性 這個概率 加起來 一定是1 因為是一定發生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查一查 如果加起來不是1 即是計錯數 另一面類似 B班抽到男生的確率就是0.6 因為60% 女生就是0.4 然後 真的可以計算 兩個學生都是女生 那就是0.55 乘0.4 0.55 乘0.4 你會計到0.22 B又類似 兩個學生都是男的 0.45乘0.6 然後 0.27 C C Cが難為少少 他純粹說性別不同 他就不會告訴你 哪一班要是男 哪一班要是女 其實有兩個可能性 你可以是 A男就配B女,你可以是A女就配B男,對嗎? 兩個情況,A男B女,發生的Gap是0.45乘0.4 你看個表就找對應概率相乘 A女B男,是0.55乘0.6 兩個情況的概率你足夠計算了吧 兩個情況我都要的,所以你把兩個概率加起來 就是整件事會發生的概率 然後你可以按機,是0.51 OK 再下一個,故宮博物館45%的參觀者是小童 M加博物館48%的參觀者是小童 又是,兩邊就隨機抽一個出來 就是問你以下情況的概率,例如A 兩個都不是小童 因為你在故宮博物館抽人,和M加博物館抽人 就不會互相影響,是兩個獨立事件來的 所以你分別找完概率,乘回就可以 你看到跟剛才那題類似的,都是畫表 所以你可以選擇,例如是故宮博物館 例如是故宮博物館,這個是M加博物館 這個是抽到小童的機率 這個是,不是小童的機率 這個是,不是小童的機率 故宮博物館45%是小童,轉回小童就是0.45 55%不是小童就是0.55 因為我們在概率,習慣一是份數一是小數 我們很少用百份數去表示 那你自己轉回 這裡就有0.48,另一面就0.52 然後做A part 兩個都不是小童的話,就是0.55乘0.52 就是這麼簡單 那就0.286 當然啦,你越近0就越不可能發生 越近1就越大機會發生 這個common sense都知道了,因為0-1 是不是一個spectrum來的 好了,B part就最多選一個小童 那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是故宮是小童 那麼M加就不是小童 那就只有一個小童,最多一個小童 你可以是故宮不是小童 M加是小童 那都是只有一個小童 又或者,故宮不是小童 M加都不是小童 那麼你沒有小童 都是符合他要求的 你有三個情況 那麼分別計算他們的概率先 最後加上就是B part答案 例如第一個,故宮是小童 M加不是小童 0.45乘0.52 故宮不是小童 M加是小童 0.55乘0.48 最後兩個都不是小童 0.55乘0.52 A part計算過 A part計算過的話 你直接放個答案下去 0.286 加上去 因為三個情況都是滿足題目要求的 三個確率加上就是最後確率 0.45乘0.52 加0.55乘0.52 加0.55乘0.48 加0.26 0.784 OK 那這是第一個方法 我這裡都滲了一點 教第二個方法 我之前講過 如果你有所有的結果 將他們每樣結果的概率加起來 最終答案一定是1 所以我只需要將1 減了一些我不符合這個要求的概率 剩下的就是符合這個要求 我來一次 我用所有的概率 即是1 減了不符合B part要求的概率 我剩下的就會符合要求 那你就想 我怎樣才是不符合B part的要求呢 它說現在要最多選到一個小童 我不符合的話 就是多於一個小童 那就是兩個都是小童 對不對 所以我減了兩個都是小童的概率 即是0.45乘0.48 那我剩下的概率一定是最多選出一名小童 那你試一下按摩 答案一模一樣 那這個就是個逆向思維 就好像我之前忘了是排列還是組合 都說過類似的 你用所有的結果 減回不符合的 剩下就會是符合 那這裡類似 所有的概率 減不符合的概率 剩下就是符合的概率 就這樣而已 那這裡我多寫一些文字給你 讓你知道我在計些什麼 這一個是故宮 是小童 M加多是小童 那個概率來的 那這個一減的技巧都經常用到 你懂得用的話 用了會快點的 有時候再下 黃金海岸三個鐵人比賽 智成見鳴 完成整個比賽的概率分別是九份八 和十二份之十一 那假設他們的表現不受他人影響 那就是提了你了 他們兩個能否完成到呢 都是一個獨立事件來的 A part 智成完成到 見鳴完成不到 那概率是多少 那這裡我又會建議你畫個表 那些東西會清晰很多 這一個是智成 這一個是見鳴 這一個是見鳴 踢即是完成到的比賽 交叉即是完成不到 那它給了你這個九份八 這個十二份之十一 那你可能會問 那我完成不到比賽的概率是多少呢 因為一個比賽來說 你一是完成到 一是完成不到 你沒有第三個選項 那所以你一減完成到的概率 正低很自然呢 就是完成不到的概率 用回剛才那個道理 這裡都是一減完成到的概率 正低就是完成不到的概率 那現在A part 它是要智成完成到 見鳴就完成不到 九份八 乘十二份之一 按計算機 你看到按機如果出小數的話 是0.074 074074 這些叫難數 你變回分數二十七份之二寫 就可以了 不用做太多 B part 兩個人當中 只有一個可以完成整個比賽 那你要想一下有什麼事 你可以是智成完成到 但劍名就搞不定 或者反過來,智成搞不定,劍名就完成了 兩個情況,分別計算一下 第一個是Apart的答案,二十七分之二 Bpart自己再計算,九分一乘十二分之十一 兩個情況相加,就是Bpart的總概率 就108分之十九,搞定 這個就是那個成法定律 如何計算兩個獨立事件同時發生的時候的概率是怎樣 就是分別概率相成就可以 下一條影片會說條件概率 應該就結束了